我一般都是在网上打网络电话给国内的朋友 给国内的同胞就是做三退吧 平时呢因为在主流社会工作接触的华人不多 但是我的同事们我的中国同事 我都在给他们讲真相 很多人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 And the CCP这个车队在波士顿游行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中国人来说呢其实是强化这个 没有中共才有中国才有世界的未来 特别是作为我们美国华人来讲 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了在中国的这些迫害人权啊 这些迫害宗教信仰的事情 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吧 我们看到了很多只有在中国 过去以为在中国才能发生的这些腐败严重腐败的现象 言论的管控啊那个跟中国真的是非常相像吧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提醒中国人在美的华人如果再不站出来 我们就和在中国的同胞我们的生存环境就没什么两样了 我们所有过去享有的这些自由民主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啊 包括言论自由啊思想自由啊当就会随着中共对美国的全面渗透而失去所有这一切 那不光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都没有未来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危机感 那我们这个车队呢我们路过了很多在波士顿的这个城市中心 这些强烈的信息啊很多也都是给美国人看的 包括拒绝中共就是拯救美国呀 包括那个拒绝中共就是拒绝中共病毒 其实都是在告诉美国人就是中共才是当今世界上我们最大的威胁 拒绝中共就是在拒绝邪恶 就是在维护我们美国人的利益